大家好,我是冲神,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刚刚过了中国新年,大家送虎迎套,喜气扬扬 然而在网上看到一个贴文,内容是这样的 他说,来了英国生活,由今年起,不会再有什么中国新年的仪式 比如派利是,写辉春,食年糕,全身穿到红色 因为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要告别中国的传统流着英女王的血 享受英国的福气,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英国人 我起初客一跳,然后就得淡笑,这位网友都真的太年轻了 同时,令我再度关注英国朋友的生活 到底这帮堂堂正正的英国人生活成怎样呢? 我们今集就来看看英国最近的情况了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小孩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铃铃,选择全部,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可以回到我的网站Chu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妨礙大家太久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说英国的民生方面,英国的罢工事件已经开始有些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 事源是英国通胀飙升至41年的新高 多个行业工会发动罢工,抗以雇员加深的幅度追不上通胀 护士、救护员、铁路工人和教师们等等纷纷发起罢工 英国11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升幅由11.1%的41年最大升幅回落到10.7% 但对很多人来说,物价上升和能源费用仍然压到他们不能呼气 当地政府也尝试立法要求公共机构维持最低服务水平去压制罢工潮 也尝试与各界代表的工会会谈 但有些都无法突破这个僵局,照样如期罢工 英国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1月11日宣布 旗下大约10万名会员将在2月1日发起罢工,要求改善申筹待遇 今次罢工有124个政府部门会员参与,是英国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公务员工业行动 那个工会曾在去年12月发动边防部门人员、考牌主任和公务工人罢工 并且警告政府假如无意聆听诉求的话,工会便将工业行动升级 强调它会言行一致 然而英国政府最后不但搞不定,还更令局势升温 令到罢工的时间延长,当地护士和救护车组人员更有联合的罢工行动 严重痰瘫当地医疗系统 其实不止医疗界别,教育界都有罢工日程表,铁路工人都有罢工日程表 不少部门和行业都参与其中,现在是严重影响英国民生 根据英国投行统计,由去年6月以来直至今年1月 因为罢工引发的混乱已令英国经济损失大约32亿英镑 我不敢说英国现在是文不了生,但情况绝对不可以用乐观去形容 当然,有很多人说在外国来说罢工平常事,甚至觉得不会影响他们是没问题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英国国民的向心力和英国统治者的形象问题 以前英国皇室有英女王坐镇,都可以说得上平平稳稳 名副其实的不用怕女王在大厅 但自从英女王走了之后,英国皇室可以说是乱到七彩 已经推出了英国皇室的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 日前推出了纪录片《哈利王子与梅根》,揭露两人和皇室的瓜葛,引发了不少讨论 现在哈利又是今年的1月10日出版自传《SPAIR》 书里不凡批评英国皇室和公开皇室成员之间的避文 可以说是接二年三的毁灭性爆料去挑战皇室 这本《哈利王子的自传》在上市的第一天 就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热卖超过140万册 据说更是有史以来上架第一天卖得最快的《非小雪雷》著作 目前这本书在英国亚马逊上都找座《唱销书》的冠军宝座 出版社讲笑地说,目前只有另一个哈利,也就是哈利波特 可以超越哈利王子 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是王子复仇记 大爆料之余还听到浅的声音 卖到成行成市,赚到盘满盘满 还要由皇室成员亲口曝光皇室的丑闻 都可以说得上是将英国皇室的威信和形象拉至冰店 有一间位于英国的独立书店Birds Books 甚至是用行动去抽哈利王子水 店员将《SPAIR》和另一本命名为《How to Kill Your Family》的小说陈列在一起 他讽刺哈利王子出自传爆料是毁灭皇室的行为 媒体BBC的书评更说这本书是史上最长的发酒店信息 批评这本书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考虑到外在世界的客观情形 而且透露太多外人不需要知道的资讯 在这本书书评最后他用了《TMI Too Much Information》来总结这本书 所以未看过这本书的你应该都感受到这本书为皇室和英国人带来的威力 令他们看清楚他们一直敬重的人原来是这样的 这一次哈利王子大爆皇室丑闻的行为可能会成为皇室没落的导火线 在政府网页上的确发现有人提出废除皇室的请求 虽然签名人数不多,但的确是一个警号 所以自称留住英女王的血的朋友可能未来有机会改口了 不过老实说,现在留住皇室的血,甚至你是皇室的成员也好 看来都不是一件有多光荣的事 最后分享一段新闻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就是移民都需要量力而为的 有一位27岁的香港女孩在2022年4月用BNO签证由香港移民去英国 她还是一位毕业于瑞士日内瓦的石士生 而她就连正常应付食饭开支和每月900磅的租金都有困难 最后还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 所有制造文宣,制造他们对香港政府的恐惧,鼓励他们移民 令他们感到毫无退路的人,受仇了,不要再害人了 你在网络上一条影片,一个留言,鼓励他们离开 甚至取笑一些不离开的人,令他们感到孤立无援 毫无退路,没错,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成本 但其实你们每一个都是间接的杀人兇手 不过,讲起皇室,我想起一个很讽刺的问题 有些国家有皇室成员,有殖民地 有些国家甚至有天皇 这些国家只要选好阵营都可以叫做民主国家 然而我们今天看到,有些国家只要是立场不同 哪怕是你有选举,有投票都好,都会被称为独裁国家 我就看不透了,不知道你看不看得透呢?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就可以支持我们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更多了一个Thanks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